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 之后呢 他可以有两分钟的时间来进行常外指导 以前好像只有一分钟 对 现在两分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马林和吉田海伟的第二局比赛 马林应该说第一局非常精细 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对 第一局上来的从战术 这个打得比较坚决 吉田海伟的这个直板反尿打法 如果跟马林纯是在技术上做比较的话 可能他差距还是比较大 对 他的反守位和他的一些犀利的技术 短球不如马林的 好球 马林发完球直接侧身抢攻 但是这个抢拉呢 并没有说拉出很大的力量 效果是一样的 对 日本队呢 这次比赛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 他在小组比赛当中是输给德国 但是虽然输给德国 水谷损是一人拿了德国队两分 那么在四分之一的争夺当中的时候 日本队呢是3比0的比分 战胜了中国香港男队 这一场球 可能也是很多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没有想到的 中国队呢 他们在小组比赛当中非常轻松 在四分之一比赛当中是战胜了白俄罗斯队 晋级到今天的半决赛 这一局开局呢 主要马林在揭发球上揭得不是很好 所以十分都在揭发球 马林的这把拉球我们看到黄领队 他有时候落点直线斜线中间 落点 他就是高在水平高在哪呢 就是在出手的刹那间 他突然变方向 对手是摸不着 这个球有点犹豫了 其实球蛮高的 如果上去以后挑一下 很好 用反手横打领起来把这个球 而且领的质量也不错 加油 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4比5 这板球是 在第三板马林拉的时候啊 球呢非常轻 判断的不是太准确 人退的太远 我们看到没有赢上来 如果左腿往前插一下 这步伐可能就到位了 好的 马林这个球我觉得境界挺高的 他经常是头上打球 就是说眼睛不看 但是手在这个脑袋上面 很有把握 很有处 他这个球都是平时 长年累夜的这么练 已经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自然反应 凭感觉 对 眼睛可以闭上 但是动作有 球到 境界很高 黄林队啊 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 中国队半决赛之前 我看到 在咱们中央电视台解说席的 右侧 这个观众其实上来了很多 这个好像在莫斯科的一些留学生啊 对 留学生 包括在这工作的 包括使馆的都有 大家很早就来给中国队做啦啦队 为中国队加油 很好 马林接发球啊 直接 用直板横拉 把球先拉起来 形成主动 大家注意看 马林在接发球的时候 他的反手呢 拧的那个动作 他的手指和手腕都在用力 特别对我们球迷朋友来看 这球角度很大 现在比分是8比6 马林第二局领先2分 马林加油 马林加油 马林 这两个发球发的不是好一个发了个转不转给对方摆了个短第二个球呢 运气不好发了个侧悬 结果对方一条了擦碗了 第二局马林的球啊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 对还没释放出来 还没释放出来 双方还是在胶着阶段 8比8 好的 有了 不能着急 先拉住 反手 对 找了机会 真的漂亮 漂亮 这球也是马林的一个绝招 对 吸 打架去对方之后的吸短球 这反手的感觉 吸短球的技术比进攻可要难 对 这个要手感的 细活 对 要手感好的运动员才能够细得好 而且他抢的时间要特别准 最高点 是的 这个球质量拉得不是很好 拉得太高 黄建队你觉得第二局马林是打得稍微稳了一点 另外变化不够多 对 总是说左半台 对 调动对手可能还不够 第二局呢 关键对方在接发球接的也比第一局好一些 第二个呢 对方在发球的时候长短 短的比较多一点 长的也有 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像第一局 马林的控制 在前三板的控制控制比较好 所以使得对方不能散手 把林在拉 这球应该能拉到直线去就好一点 一直过不去 他想到直线去了 但是呢就拉到中路去了 对方又侧身到中间又拉回来了 他没有变过去 对没变过去 前两满后第三满就拉到直线去 这个球马上就主动了 对对对 他只要用反扰来接这个球 那么马林就比较主动了 现在马林呢是落后一分 9比10第一局马林先胜 今天海伟正手反拉成功